好了 我們做了一件小事情 就是乾電池的一些使用 第一個要請你注意它的型號 型號 我們平常會講三號電池 四號電池 什麼AAA啊 A啊 C啊 四號一號電池 不過這個大概你也不需要注意啦 原因是你買錯就放不進去 啊如果小的 你買個大的拆不進去 啊大的 你們要知道它就鬆鬆的就卡不緊 所以大概也不會搞錯啦 因為跟大講就會不一樣 但是理論上是你去買電池之前 就要知道你到底是要買三號電池還是四號電池 這兩個比較常用 三號電池還是四號電池 然後它的電壓基本上都是1.5伏特 但是有一種方方的電池是9伏特的 9伏特的 它是那個六個串連 裡面是六個1.5伏特串連 那個形狀也不一樣 應該也不會買錯啦 因為那個形狀就長得不一樣 它是用扣的 它不是 它是用扣的 所以你應該也不會買錯 但是還是進去 就是你買之前 你要知道你買要買的三號還是四號還是一號 然後你到底要買幾伏特現在要搞清楚 OK 使用上注意 然後呢 要注意正負極 這個就比較會犯錯 如果有人會正負極顛倒放 它理論上電池都有標示 哪一邊要放正 哪一邊要放負 照方向放 不然它就沒有電 根本它就沒有電 然後呢 注意啊 有沒有漏掉 有漏掉把它擦乾淨 就是不要擦乾淨就結丟掉就好 不要一直結丟掉就好 有些什麼擦乾淨就在 結果它已經要掛 把它丟了 就丟了 理論這樣不能亂丟啦 因為乾淨這樣有回收嘛 對不對 乾淨就有回收 會亂丟 然後長期不使用取出來 因為你就算完全不用 它也會慢慢的電會流失掉 空氣中有水 水會把電慢慢的抽走 慢慢的吸走 再帶走 所以呢 你就算完全不用 暴露在外面一段時間之後 它也會變成沒有電 特別沒有電 所以長期不用取出來乾燥處 然後保存好 但是就算你真的不完全不用 它也會製作變成沒有電 乾淨就有優秀一點 剛才講過它封在那個殼裡面 電解質不一般 它不會隨隨到處亂跑 好 而且呢 你也不用補充電解質 我們等一下講到後面的電池有要補充的 它不用補充 你也沒補充啦 也沒補充 價格很便宜 現在很方便 最大的一號電池 都拿到手上最大的遊戲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說有點 缺點是電壓比較小 然後容易衰減 尤其是碳氫電池 碱性電池可能還好一點 碱性電池可能還好一些 但是這個比較不行 另外就是基本上乾電池是不能充電的 所以它叫做原電池或者是一次電池 它就只能夠用一次 用完就沒有了 不能夠反覆使用 尤其是碳氫電池 現在有一些大哥發明了一些東西說 號稱可以對乾電的充電 你最好是不要用 因為它本來就不應該可以充電 因為你倒過去硬牙座 有可能會有啪啪啪這個危險 你不要出東西 它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可逆反應的狀況 你不要硬逼它 它一定要反過去 那會不會麻煩 但是有些東西最好是不要用 那解孔電池比較可以 有人會把它拿來抽 但是它有限制 有限制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 把它們的包裝的標示看清楚 說明書看清楚它有沒有什麼限制 什麼時候可以做 什麼都不能做 不要亂搞一通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你講說 電池提供電壓的 我號稱提供1.5獨特 電氣它會有個容忍度 1.5可以用 1.3可以用 1.2也可以用 可是每個電氣的容忍度不一樣 我的電氣只能容忍你降到1.3 那個電氣可以容忍你降到1.2 所以拿來這裡放下去 我是1.2放到1.3的 對不起它都說你沒有電它不會跑 拿起來塞到1.2的我還是可以跑 所以你會發現有的時候 這個電池塞這裡沒有電 放另外一個就變成有電 那是因為電氣對它的電壓容忍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玩意兒好像沒有電 你可以拿起來吃它別的去試試看看 說不定對別的那些它是有電的 就看它對電壓容忍度就會如何 OK 就是跟各位稍微講解一下乾電池的使用 跟它的一些優點跟缺點 OK